市定古蹟松烟因为大巨蛋工程遭受损害引起了很大的关注 坐落在繁华新一区的松烟园区曾经是台北市区仅次于大安森林公园的绿地 保留了很完整的生态跟日治时代留下来的烟厂建筑 2001年被北市府指定为古蹟 2010年正式转型定名为松山文创园区 最近因为它周边的大巨蛋兴建工程 古蹟遭受了破坏 文史工作者高传奇就说 工程造成古蹟出现了裂痕还有烟囱的倾斜 这些都是无法再恢复原貌的 台北市文化局也说松烟古蹟最大的危机在于地质问题 因为地底工程的扰动会对80岁的古蹟建筑造成影响 他们会等到地质补强工程稳定之后 全面展开松烟的减负和修缮计划 也会尽最大的努力把古蹟保存下来 走进松山文创园区制烟工厂 地上可以见到许多的裂痕 有些宽达10公分的裂缝虽然已经填补完成 但有些5元硬币宽的军列却仍清晰可见 顺至古蹟外墙也因为裂痕的扩大造成了墙面的剥落 你看那个古蹟刚好它紧淋最高的那个shopping mode跟旅馆 甚至巨弹这么大压在那边 你这么大的硬体用下去当然土壤它会有些不均衡 不均衡的过程中造成不管是土壤异化或是那个我们说讲的一些简单的地板的军列 地板两块假如一些压力不一样造成有点倾斜 它当然会造成什么 从墙面到地板的军列 军列到最后变成什么 它的那个砖造墙当然会脱落 这也不是说你灌浆或是随便油去补一补修一修就好 已经有点伤到筋骨了 松烟一样它是不可取代的东西 破坏就没有了 损坏不是只发生在制烟工厂 松烟工厂精神象征的烟囱 虽然实施了钢骨扶正工程 但烟囱不只倾斜更出现了不少裂痕 在盖新房子的过程中 你造成那个地基不稳或是光江的爆溜干嘛 你造成骨积里面留下一个疤 而且又这么大的疤 甚至它旁边的烟囱也要有点起血 这个过程造成一个很特别是 它原有是好好的 可是留下这一疤它是永远难磨灭的 松烟骨积持续遭受损害 台北市文化局说 松烟骨积最大的危机在于 地质问题 远雄巨弹地底工程的扰动 会对即将80岁的古迹建筑造成影响 我们现在比较迫切 目前也没有停过的 就是可能市民没有看到的 就是我们先做地质改良的 低密度灌江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一直在 远雄的巨弹工程在进行的时候 其实是同步进行的 那同步进行在进行之内 大概它同时配合它大底工程完工的时候 这个部分也会趋于稳定 那脱离观测值就是趋于稳定的状况下 我们就会进行全面的减负跟修缮计划 那就把这个松烟骨积是尽全力把它修复回来 作为台北市的原创基地 松烟园区举办大型艺文活动 吸引了许多的人潮 但保留完善的生态空间 日据时代的古迹建筑 像是巴洛克花园 制烟工厂 仓库群等 都是值得细细品味的美景 城市会持续发展 工程也会进行 但松烟骨积要如何在这个城市中永续保存 一旦指定为古迹或是历史建筑 事实上文化局的态度一向都是 以古迹保存最大化的方式去处理 因为这种旧的建筑物 事实上一旦毁坏了或消失了就没有了 那这东西其实我们的立场 一直是为了keep住一些 这个市民的记忆跟想象的空间 我们要尽最大的责任把它保存下来 真的不分蓝绿就是你讲的白色 你政策要延续 就算不延续 你要从里面选者好的 继续也不好的你要跟全民讲说为什么不好 让他牛庄好 而不是断然就否决 蓝的应付绿的 绿的应付蓝的 那永远都在那边打死结 感到最后 台北也没有巨弹 巨弹拆了之后 这一块地也乱用 拆跟建的过程中也造成收缘 不可恢复的损伤 那到底最后三输呢 市府输了 产山这些输了 市民更输